你怎么为了个长生果 连儿子都不认啊 你怎么能这样呢 是不无能 没能保护好画家一家大小的性命 要不是因为你 画家也不会变灭吗 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以后凤鸣山庄就是你的家 恭喜春花姑娘 春花姑娘得偿所愿 萧兄要娶你为妻 三日之内 如果再拿不到心房 就跟我回千月洞 这是 萧家心房 所以 这是你的求婚仪式 所以 这是你的求婚仪式 这样对你也好 江湖险恶 学的武功 也可以防身 有小白在身边就够了 再说了 武功这种东西是需要根基的 我恐怕学不会 心法乃万通之法 就算不会武功的人 学会了也会增加内力的 这是做什么 上官秋月正等着这一刻呢 小白 我今天泡完藏 好疲惫的 还要费脑筋背这个 我根本背不下来 如此 如此 是在下考虑不周 是在下考虑不周 天之道 天之道 孙 有 不对 这不就是刚才的心法 我将心法口诀 抄送于你 你只要每日 秦家抄写默念 假以时日 必会练成 傻小白 大魔头让我偷你的心法 你倒好 自己送上门来了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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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可 芙蓉不及美人妆 水电风来朱翠香 冷姑娘又娶笑我 事故虚胜时 不足 不足 不 不足 不足胜有余 齐一搏 不足胜有余 齐 齐 齐一搏 这心法背不下来就算了 这不是让上官秋月作响齐成吗 这两只耳锥不是一顿 你说这个呀 你可真是好远的 之前这个耳锥丢了一只 我就找做一个师傅又去配了 因为成色不同 所以会有细微的差别 这外观上虽有细微差别 可这价值却是云泥之别 原来在说这种事 无聊 犹豫即人 这倒让我想起了你与春花姑娘 我和春花姑娘 若只论相貌 你与春花姑娘一个灵动 一个险性 算得上是各有千秋 别想来明明是本姑娘更好看 可若论内在 那春花姑娘不仅不会武功 还行事鲁莽 与春花姑娘 本就是玉之中品 偏偏还与鬼声之数产的关系 如果说风姑娘 你是绣外惠中 那春花姑娘 不过是徒有虚表 真搞不懂 少盟主竟然对身边的好玉师而不见 反而将那有杂质的玉 奉若真白 你说谁是有杂质的玉 正好春花姑娘来了 我有一些话不吐不快 不如就当着你的面说清楚好了 说 既然少庄主已经决定娶你为妻 那我还是好心劝告你一句 要做未来的少庄主夫人 不会武功暂且不论 可你这行为举止 言谈风度 也该有个少庄主夫人的样子才是 那你告诉我 少庄主夫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至少不是姑娘现在这样 你 春花姑娘若是真想为少庄主好 还多须努力 以免姑娘自己的行为招致非议 让少庄主所受牵连 那你又来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努力 努力学好武功 言谈举止得体 武林正道面前 以江湖大义为重 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在所不惜 力得行 为凤鸣山庄赢得更高的生命 好 那若是这些我都做不到 岂不是不配当这个少庄主夫人了 那是自然 可我倒觉得 小白就喜欢我现在这个样子 你 哼 无可救药 什么事儿让小春花生气了 不是说三日之后吗 你这个时候来干嘛 说是三日 想不到小春花竟然提前拿到新房 这些呢只是心法的一部分 三天之后给你全部心法 你就放过我 放过你 我告诉你 如果下次再来我还拿不到新房 我请 春花姑娘 秦公子 有什么事儿吗 可否借一步说话 不用借一步了 就在外面说吧 什么事儿啊 再下去萧雄问问 对于求婚仪式是否满意啊 满意满意何满意 那姑娘就是应下这门轻事了 你让她自己来跟我说 秦公子 这天色也不早了 我也要休息了 你赶紧回去吧 谁允许你嫁她 用得着你管 我说不准 你又不是我哥哥 说了不准就是不准 你要是不听话 我就 你就把我给杀了 偷不到心法 你就把我给杀了 偷到了心法 小白把我给杀了 横竖都是一死 还不如你把我给杀了 这样小白还能为我而敢动 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 那你就动手吧 这小白如果知道你和我以前的事 你别胡说 你 你不许告诉小白 看来小春花的名誉比性命更重要 都重要 你答应我这个条件 我就继续给你偷心法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 那算我求你 求你 求求你了 好 好 那我就答应你 叶维帝 不好 我又反悔了 你 说好了 偷偷心法你就要放过我 女人心海底针哪 怎么了 秦兄 从来没见过你如此挫败的样子 依我多年的经验判断 冲花姑娘还是不满意 要不萧兄再给表示表示 表示 什么表示 这我就不知道了 表示嘛 一句田园蜜蜜蜜蜜也是表示 一件衣裳一副手镯也是表示 若是二人情投意合 那一个眼神也是表示 那春花姑娘 这天下最难猜的 就是姑娘的心思 你以为她要一个凤梨 其实她根本就要一个榴莲 猜不透啊猜不透 所以 冷姑娘虽然冰雪可爱 但平日 我更喜欢和萧兄这样 清澈如玉的人相处 省心哪 我知道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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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烦 今天就是第三天了 小白来检查怎么办 第三天 那上官秋月岂不是要来 不行不行不行 不能把心法给她 可她已经看过前半段了 怎么办啊 对 她的 每个人都在身边 要是 是 要是 她的 她的 是 是 一个人都在身边 我 是 她的 有了 有了 全是错别字 我看你怎么练 有了 说话 姑娘 小白 快请进 我真的是很认真地背了 可那个实在是太难了 春花姑娘如此勤奋 嘉义时日一定会有所成就 对 送给你 好漂亮的镯子啊 谢谢小白 这是萧家的祖传之物 当年母亲嫁入萧家时 父亲把她当作定情之礼 母亲很是喜欢 一直带着去世 老庄主一定很宠爱伯母吧 母亲是父亲唯一的妻子 不管她有什么想要的 父亲都会无条件地满足她 一黄眼已经十五年了 真是让人羡慕我 今天我把它交付于你 古代没有戒指 这就算是求婚了吧 那我就收下了 小白 你帮我戴上 我都感谢你 咱们说什么 你怎么从封的回头 什么人想要的 你为什么要闭着老小 春花姑娘 好好默写心法 在下告辞了 这算什么 不过倒还挺好看的 也不知道夸夸我 有了手镯 就把哥哥的冰残桌留在一边 拿来吧 哥哥又这破镯子干吗呀 不行啊 这镯子卡住了取不出来了 那你要要的话把我手也拿走吧 心法 对对对 心法 心法 哥哥看完了 这没有什么问题吧 那我就再看一遍吧 叫你多嘴 这下完了 算了 小春花不会骗我的 那是罪人 对了 哥哥 这心法我都给你了 你以后能不能 能不能别来找我了 你就这么讨厌我 你一直聘书到手 就是想要摆脱我 我哪敢呢 小春花还是不明白啊 凭你这副丑陋模样 想找到真爱 简直是痴心妄想 到最后也只是 被那肖白利用而已 小白才不过这样 我也想有哥哥这样的美貌啊 就算是美若天仙的女子 也未必能留住真爱 我就见过这样活生生的例子 你见过 我认识吗 这个女子 爱上了利用她的人 最后受尽苦难折磨 可笑至极 小春花也想当这样的人吗 这女子是谁啊 她的爱人是谁啊 这些你不需要知道 你只需要记住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哥哥是真心对待你 哥哥 这夜已深了 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要是让别人看到我 把心法给了你 那我可就死定了 你既然这么怕死 那直接把冰残珠带上 不就好了 好 好 幸好我有两只手 好 你沒阻止了 你沒阻止了 你的手 我不是了 你沒阻止了 你走 我回來 我找你 你不走 我 我找你 你惱了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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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 我來 哎呀 萧盟主啊 萧盟主也是出来印游的 我早就听说 这凤鸣山庄的荷花池是一大美景 不过也挺遗憾的 这花都泄了 萧盟主 这天气也凉了 你看你还把药给倒 莲花泄了 结莲子 是莲子苦 还是这药苦 春花姑娘 你说呢 都苦 只是没想到萧盟主怕苦啊 怕 春花姑娘 可要替老人家保密啊 大晚上 倒荷花池来倒药 奇怪 不许多 来 快 你 都可以 拿药花 竟 是 是 最后一试 小白 你去看看小老盟主吧 为父练成凤鸣刀法最后一试 也是一场奇遇啊 二十多年前 多亏为父的一位友人 赠给了我这副十连 才让我经脉疏通 从此练成了凤鸣刀法的最后一试 今天我要将它传授于你 小儿 皆好 你得此十连 离你炼成凤鸣刀法最后一试 已经不远 你要记住 一旦炼成 人 刀 石 将会合一 任何一种不可分离 妾姬 妾姬 难道父亲 忠号姑娘 我先去看父亲 你先回去休息吧 小白 我一直都在 我一直都在 你可曾后悔过 再来一次 我还是会那样做 这是我的使命 好一个使命 上官慧做错了什么 把药倒掉一心求死 你 早知如此 你当初何必招惹她 让她坠入了无间地狱 小春花还是这么一惊一乍的 小春花还是这么一惊一乍的 你拿假的心法骗我 让我好伤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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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假的 怎么可能是假的 你怎么看出来这是假的 那你是承认了 一定是小白拿了假的来骗我 他竟然敢防着我 那要不然我替你杀了他 杀了必须 不好不好 哥哥如果你把他给杀了 就拿不到真的心法了 小春花还记得当初 是否为什么我让你去偷心法了 你的理由一天一遍我哪记得了 启英是因为一个女子 她痛恨削减了 所以就逼着我 要把这份恨意继承下去 这个女子 是我们娘吗 是你娘吗 其实人都死了 揪着执念不放有什么意思 眼下最重要的人是小春花 这心法哥哥不要了 你不要心法了 真的 不要了 我早就知道你会后悔的 你当初就不应该 用这个来算计我 现在时机刚刚好 上官邱雁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小春花遇见我的时机 小春花来到凤鸣山庄的时机 都恰到好处 促成了这场好戏 好妹妹 走吧 哥哥带你去看好戏 我 这个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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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偶然出现的时间 是春夏秋冬的誓约 某个水中望月的眨眼 看透爱的泯灭 是本级新天的缠绵 是过足不向前的残缺 没有你的桃园 并非朝话西施半可怜 上变了春花秋月的线年 也不及见到你的一瞬间 一瞬间决定永远 步履为前 无可辨 将一般的回忆 旧地封建 留一般沧海桑田 命运中的寂寞难言 多希望你看得见 是偶然出现的时间 是春夏秋冬的誓约 某个水中望月的眨眼 看透爱的泯灭 是季星天的缠绵 是过足不向前的残缺 没有你的桃园 并非朝话西施半可怜 上变了春花秋月的线年 也不及见到你的一瞬间 一瞬间决定永远 步履为前 无可辨 将一般的回忆 旧地封建 留一般沧海桑田 命运中的寂寞难言 多希望你看得见 Zither Harp 世间和春花秋月的碎片 为你便完成注定的情节 那错过的一瞬间 谈得无言 却如念 却落花开铺一滴的情节 爱已留下了沉淀 年轮中的不同交接 你又怎会看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